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是昨天晚上喝酒了 有的人挥发的慢 早上还是能测出来的 这基本常识 你们应该都知道 在这里奉劝大家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真出了什么事 后悔也是没有用的 车主你就自认倒霉吧 这怪不得别人 只能怪你自己 你们注意看 右侧这辆SUV 这是一辆新车 高速行驶 且不可猛打方向 你们仔细看 地上有个什么东西 它为了躲避 结果就失控了 这司机比车还新 该说不说 车子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右侧白车打了转向 准备变道 其实打了转向 能让还是今天让一下 结果车主并不打算让他 我感觉这个没有必要啊 虽说是对方全责 但是耽误的也是自己的时间 视频车已经看到 右前方有车辆下来 就应该提前减速了 可车主并没有减速 甚至还要和前车应急 这不是妥妥的路霸吗 冲上去就疯狂名字 其实就是一脚刹车的事 你这样至于吗 我说车主 要把格局打开啊 视频车正常行驶 你们注意看前面黑车 明显有向左变道的动作 这个时候就要提前减速了 结果到这里就杀不住了 我说哥们 让速不让道呀 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你们说这种情况 对方算算肇事逃逸 最后一个仔细看 这是一个单行道 前车怎么突然停车不走了 这个时候 对面过来一辆逆行的车辆 这道路本来就比较窄 你还非要逆行过来挤 你说这都是啥人呀 这样汇车一定要小心翼翼 稍有不慎就会刮蹭 我就看你们表演吧 现在就剩视频车了 既然到我了 我就决定好好的给你上一课 遇到这种不守规矩的人 就要让他长长记性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这样玩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